我們現在講一下新約時代的背景 新約時代之前的歷史背景 因為這也是神奇妙的工作 大家如果看《大約書》第二章 有沒有印象嗎? 有一個巨人 金頭銀胸 銅腹鐵腿 腳是半黎半鐵的 這就是預言到四個帝國 第一就是巴比倫 第二就是波斯、馬代 第三就是希臘 第四就是羅馬 耶穌就是羅馬的時候來的 這四個帝國都是成就神的計劃 預備耶穌來的 巴比倫就是因為以色列不聽話 在主前722年的時候 阿瑞國攻陷北國 然後將以色列人擄去這個北幕 大家如果看聖經的歷史 你知道有北國和南國 北國叫以色列 南國叫猶大 然後在主前606至581年 巴比倫就四次攻陷猶大國 奪去聖殿的聖物 燒毀耶路撒冷 這就是神給他們的審判 不過這個審判也很奇妙 譬如彈以利和有些 他們中間有些有智慧的人 竟然可以在巴比倫的宮廷裡有個地位 所以有一種影響力 到了波斯的時候 這些詳細我就不詳細說了 到了波斯 巴比倫王 白沙薩因為他拿那些金銀的聖殿的聖殿來喝酒 神就懲罰他 即晚他就要被波斯取代 而波斯很特別就是容許以色列人回去重建聖殿和聖聖 這個就是預備了 預備他們將來回來 預備耶穌要來到 將這個重建聖殿和聖殿 尤其是希臘 希臘大帝 阿歷山帝大帝是很特別的 他怎麼特別呢 他是不斷打仗 他後來打到死為止 那他怎麼死呢 他是弱疾死的 他不是打仗死的 他很厲害 他打暈當時整個他們所認識的世界 全部打暈了 那他有一個很特別 他很喜歡希臘文化 希臘語言 他去到哪裡呢 就放下一些希臘文的老師和教師 在當地教那些人 於是那些很多地方的人都懂得希臘文 而我們新的聖經就是用希臘文寫的 就變成了一個普世的語言 這就是預備後來福音的廣傳 如果不是希臘文的緣故 你想想 一個國家是這個語言 那個國家是第二個語言 怎麼傳呢 是很難的 但是保來一個人 當然他有同工 他用希臘文 四處去到都可以用希臘文 這就是神的預備 然後呢 中間也有一個猶太獨立的時代 馬加比的王朝 主權167年至163年 就是當時的祭司馬他提亞 帶領猶太人反抗 這個波斯 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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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希臘 阿歷山大死了之後 希臘分為四個部分 其中一部分就是統治巴勒斯坦的地方 他們就反抗那個勢力 然後呢 他就後來 他死了之後 他的第三兒子 猶大 馬加比 所以他叫做麥卡比的王朝 這個時候 他就收回 掌管耶路撒冷 和重建這個聖殿 所以有一個獻殿禮 在聖經有說的 也都叫做光明節 聖經有說就是來自這個歷史的 這個歷史的時期 就是這個修殿節的開始 然後呢 就是跟著到羅馬 主前63年 羅馬就征服了巴勒斯坦 而羅馬呢 有些很特別做了做什麼呢 他 他四圍都建了一些路 條條大路通羅馬 就變成傳福音很容易 而且他們也在很多城市 建了很多水道 羅馬呢 羅馬人建設一些水管 於是呢 那些城市可以很多人 就會方便人集體的居住 還有呢 是傳福音呢 去到那些城市 也都更加容易 更多人相信耶穌 這個就是神所預備的 而很特別呢 就有一個叫大希律 第五點 我們看到一個大希律 那當時呢 就是這個安提帕特 就是造猶大的總督 那他是以宗人來的 以素的後裔 他的兒子大希律 就當時做猶太的王 那他呢 就很有問題的 這個人 他殺了他的太太 他 在下面有說的 他非常之窒道 非常窒道 他殺了他的太太 他的幾個兒子 他的岳母 他不止一個太太 是一個非常窒道的人 但是他有一個很特別 他就是很喜歡建築的 而討好猶太人 他就重建和擴展聖殿 聖殿本來不是那麼大的 他擴展聖殿 所以當耶稣去到聖殿的時候 那些門徒說 你看這些多華美的石 這些就是 這個 大希律 他吩咐 去建這個聖殿的 有些是幾百噸的 就是 現在來講 都不知道他怎樣搬到 那幾百噸的石頭 是很巨型很巨型的石頭 這個就是預備耶稣來到聖殿 因為聖經在 《馬拉基書》三章一節那裡說到 萬鈞之爺華說 你那裡文字有的 我要叉咽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你所尋求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殿 立約的使者就是你所仰慕的 快要來到 就是會進入這個聖殿 而當時因為 由重建聖殿已經很久了 所以聖殿已經殘舊 而希律就把這個聖殿重建 令到他很美 以至耶稣來的時候 一個很美的聖殿 這個是神預備 讓耶稣來的時候 能夠進入一個榮耀的聖殿 這也是神的預備 正常的聖殿 天神 錦肝 天神 完成Stay 成功 兜居